我爹梳 这是刚做的 奶奶 今天气色不错 姚先生来了 崔叔 陈欢跟她的小姐妹去直播了 下午才回来 我没找她 我说给老崔听的 是 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陈欢了 还挺前话她的 老太太 您要的东西都好了 我先回去了 还需要吃什么再跟我说 好 谢谢老崔 好 奶奶啊 说了很多遍了 不要吃这么甜的点心 还有这螃蟹这么寒 身体还要不要了 我的身体我做主啊 我是您的监护人 我也可以做主 这样 螃蟹跟点心 只能要选一 那 我选螃蟹 那你只能吃一个 姚志明 这螃蟹一个 那不是塞牙缝吗 我不管 好好好 一个就一个 差点把这么失望 志明 上次那个张总拿来的方案 我看了 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是他其中有一条 说 兴安里 归到波提切里名下 做连锁管理 要全员换血 这个我不能同意 你有没有折衷的方案 奶奶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 人员 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 我知道你这个孩子啊 重事业 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 不相信感情 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 给你带来的安全感 但是我要提醒你 兴安里 是我的家 在最难的时候 是老崔他们这些人 一起跟我熬过来的 兴安里的所有员工 他们不是别人 和你一样 是我的家人 我明白 奶奶我懂你的意思 您看这样行吗 员工 我会想尽一些办法 全部保留下来 我能相信你吗 我跟您保证 到时候再叫上 跟沈桓一起 让他监督我 这样您就放心了 你跟沈桓学得不错 等你到了奶奶这个年纪 身边有几个真心实意 对你的人 那就是人生一大乐事 好 一个蟹 这一只蟹嘛 真的是只能碎牙缝 要不 把这只也吃了 那不行 除了这个我不能答应 其他 你提任何条件 我保证完成 要不这样 你给我缠一身新的旗袍 到时候 美美地出院 岂不是好 这个没问题 好 直播得怎么样 你怎么在这儿 直播得挺好的 对吧 你大老院跑来 不会就为了问我 一句这个吧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好 就是这个地方 这家店行不行啊 要不到奶奶常去那家 那你去问奶奶就好了 干吗来找我 奶奶说只要我买的 她都喜欢 那我走了 奶奶今天做了一件 对我影响之深的主度 我要送她一件 她称形如一的旗袍 我知道 你比我更了解奶奶 所以我听你的 好吧 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 跟我来 这家裁缝店开了几十年了 是一个上海老裁缝开的 平时我们街坊四林 会把贵料子 拿到这里来做的 这里的成衣定制 奶奶肯定喜欢 最好是啊 要是不靠谱 我就跟奶奶告状 说是你忽悠我的 知道了姚总 帮你满意 徐伯 徐伯 能来了 我来了 这是你男朋友 长得真板正 我做了一辈子的衣服 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个肩和头的比例 长得这么好的男孩子 果然像你妈说的一样 这样的女婿 领啊 徐伯伯 我妈说的那个 不是这个 妈 你好 我要定时旗袍 要最好最贵的料 来 里边来看看 刚才还这么挑剔 准变得这么快 徐伯伯眼光好 我相信她会做得好 陈华 现在这个 心中是这个套装 嗯 也很合适 现在的年轻人 不一定非做旗袍 不是 徐伯伯 这次我不是给自己做 我是给我奶奶做 一会儿把尺寸给您 好 我们先挑挑料子 好 这个料子的好坏啊 是按着价格定的 嗯 目前我们店里有 这个证券 证券 就证券 普通的真丝就行 那我挺三斤感的 奶奶是个务实的人 她平时说 衣服穿着舒服最重要 所以真丝就好 就真丝 好 那你们要什么款式呢 平财一片式吧 简单舒展 线条流畅 奶奶肯定喜欢 对 还有啊 这个 这里面是这个门巾 你们看看现在 对 这个我知道 双元巾 有身份的都用这个 放巾就行了 好 你们先聊着 嗯 我就整理一下 好嘞 姚总 你别看奶奶平时娇滴滴地 追求生活质量 但她也是个苦命的人 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 那小花 咱俩认识的是同一个奶奶吗 当然了 我奶奶跟我爷爷是黄昏恋 在认识我爷爷之前 奶奶空窗了几十年 有一次生病差点死掉 她自己给自己签手术同意书 后来挺过来了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也是奶奶跟我熟到不能再熟了以后 她才告诉我的 所以方金最适合奶奶 诚欢呀 这个 做医如做人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 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位奶奶 但是她一定是一位 神采奕奕 这个非常有品味的老太太 谢谢徐伯 我回头把您这些话 转给奶奶听 她一定高兴 好 你把奶奶的基本情况告诉我 好 奶奶身高是一米六二 肩宽是三十七 三十七 腰围是七十五 七十五 好 剩下的具体的尺寸 都在这儿 来 徐伯您看 好 行 好嘞 看我干吗 交定金啊 不着急 不着急 徐伯 我们这个姚总啊挑剔得很 您到时候把衣服做好以后 包得漂亮一些 小子了